伯克 论法国革命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在讲解今天的内容之前 我们先提一下前文的脉络 这封信原本是一个法国的年轻人 写信给 Burke 想要知道他对于法国革命的意见 并且以为 Burke 是支持或肯定法国革命的 那 Burke 的回信一开始就表示 他不是这种人 而在英国有一些人 已经积极地表示对于法国革命的支持 伯克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还没有看到这个政府实际上做了什么之前 不应该因为他以自由作为口号就加以支持 所以他表示自己肯定理性的自由 但是他对于法国是不是在实践这样的精神理想表示疑虑 这就是保守主义的持重态度 伯克的意思是 一个以自由为名的政府 究竟是不是好政府 必须要看看他有了自由以后做一些什么事 而根据伯克理性的自由这个精神 现象上跟自由主义者是一样的 因为自由主义者主张人有理性而应该善用理性 需要善用理性 那个条件就是有自由 人有自由能够自主之下 才能够善用自己的理性 但伯克跟自由主义者的差别就在于 伯克知道有理性的自由才是好事 没有理性的自由不是好事 问题在于自由主义者 在革命的过程甚至包括革命成功以后 他们是在实践理性的自由吗 当他们发现他们的自由没办法真的让人福音理性的时候 他们怎么面对 那随着时间经过伯克对于法国革命的结果或发展越来越感到警惕 而开始认为必须要有所批判 这就是上一段他所说的 慎重保守的精神让他沉默 但更高标准更高等级的慎重 让他必须仗义之言 那他也用了一个邻居失火的比喻 那在今天要讲的内容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伯克意识到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所谓的世界革命 也就是说革命具有传染性 当时的人的说法是 法国一感冒 欧洲就打喷嚏 在支持革命的人看来 这是指自由是普世价值 所以自由人权的思想迟早会传播到全世界 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 人权是一个模糊而危险的说法 而多数人出自于自己的人性跟自我肯定 一定会拥抱这个想法 他最后就会变成全世界的传染病 在今天要讲述的内容中 伯克呈现了这两面 也就是法国大革命 一方面让支持者唤醒鼓舞 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的使命 而在他看来 这却是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伯克这样子讲 他并没有在丑化革命分子 反过来说 我们看到几个要 推动革命的人 不会去丑化他要推翻的对象呢 法国国王是有一点问题 法国贵族是有一些问题 教会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革命之下 把所有的贵族教会 都变成了攻击 甚至抢夺的对象 其实合理化的说法 就是这些贵族都嘴脸丑恶 都是牛鬼蛇神 我的意思是要说 伯克不同意革命 但是他正确地描述了革命者的心态 反过来说 几乎没有自由主义者左派人士 能够正确地描述 保守主义者的思想 好啦 那就进入今天原文讲解的部分 伯克说 我主要关心的是本国的和平 但这并不表示我不关心你们国家的和平 这样子讲是情理兼备 不虚伪 儒家精神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 他承认他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国家 但是这并不与心怀天下相冲突 这是命运的安排 这也表示伯克是真诚的 因为那种别有目的 别有心思虚伪的人 他们就会表示 我这是在替你着想 伯克的意思是说 出于这样子的关心或关怀 我决定讲的更多 比什么更多呢 比原本只是为了满足对方 这个年轻人个人的问题 他现在要讲的比这个更多 所以我会继续关注你们国家的事情 并且继续表达我自己 那么因为我已经让自己处在 书信沟通的这种比较自由的表达方式之中 Endurge myself in the freedom of epistolary intercourse Epistolary就是书信 所以呢 我希望请求你让我可以 这样所谓丢出我的想法 表达我的感受 一旦这些想法或感受 出现在我的心中 基本上就是指我想到什么 我感觉到什么我就讲 所以我的做法 就不太会去注意到 正式的文章形式吧 I set out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revolution society But I shall not confine myself to them Is it possible I should It appears to me as if I were in a great crisis None of the affairs of France alone But of all Europe perhaps Of more than Europe 博客说 我要谈论的会从revolution society 这就是那个英国的革命会这个社团的作为开始讲 但是我不会把我自己限制于只谈这个社团的作为 博客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其实如果你细心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 博客其实从信件一开始到现在 他没有真的举出任何一个法国国民会议做的事情 具体的来加以批评 这就是符合他的精神 因为他是在表示忧虑 他是对于革命提出的口号 是不是能够实践表达忧虑 这是他一开始的态度 那所以他一开始批评的就是 在英国有一些人急着就要表示对于法国革命的赞颂或支持 有实际的这种政治性的支持活动 所以他现在说他从英国这个社团的作为开始谈 那一般人就会觉得这样子比较合理 因为你英国人嘛 你谈论英国人对于法国人的支持有所不当 这至少还不是直接在批评法国人 所以伯克在这里自己做了一个思考 就是我要不要进一步去谈法国的问题 伯克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证明这个人就是很光明正大的 他在反省的是 这样子对法国政治批评的话 算不算像是批评他国内政 甚至因为伯克自己是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的批评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政治的影响 这样子会不会像是在干涉他国 那伯克的回答是 因为他认为法国革命在概念上不只是法国的危机 是欧洲的危机 甚至超出欧洲 也就是全人类的危机 他用了这个词 Great Crisis 听到这边 或许有一些听的人会觉得不高兴吧 可是你想想看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21世纪 你有什么方式能够听到 有人跟你解释 民主人权是人类非常大的危机 你就算找现在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 他也不会这样跟你讲 因为20世纪以后 就算是专制的国家 都是在假借民主 伯克这句话显示 这个人有远见 有洞察力 因为我们要注意的是 现在伯克写信 这只是1789年 他也不知道后来的发展 不知道还有1830年革命 1848年革命 他并没有看到 全欧洲的国家 都受到法国大革命冲击的状况 他就已经说出这句话了 这不是一种 预测 而是 知识的推理 下一页是同一段 All circumstances taken togeth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 the most astonishing that has hitherto happened in the world 伯克说 把所有的状况 整体考量 我们要注意 All circumstances 他的意思是全面 问题就在于 有几个人能看到全面呢 当我们看到全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说 革命让很多东西都变好了 甚至不要说革命政权 你说德国纳粹政权好不好 纳粹政权是不是让德国经济变好了 是 纳粹政权是不是让德国人更有自信了 是 现在人简化的 就是要说 纳粹政权一切都是恶 却不敢去看 片面上来讲 一个政权能够广大得到支持 一定是对人民造成了某一种利益 有一种不敢去说呢 多数德国人认为 我们有了尊严 我们有了士气 我们有了力量 我们从经济大广化里面走出来 那一点犹太人算什么 所以博客是说 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考量 他说 法国大革命是 全世界人类历史上 至今为止发生的 最惊人的一件事 他用的是Astonishing Astonishing 未必是包或者是扁 如果是包的话 它可以是惊喜 如果是扁的话 那它就是恐怖 所以博客 好像是在暗示说 对某些人来讲 这是人类史上最惊喜的事 对某些人来讲 这是人类史上 最恐怖的一件事 那他是支持哪一篇的 这也很清楚 为什么他这样子说呢 继续往下看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s are brought about In many instances by means The most absurd and ridiculous In the most ridiculous modes And apparently by the most contemptible instruments 波克写的比较 像是抒情 或者是文学性笔法 所以我等一下在解释的时候 我就比较 也不要用论理的方式去分析 不然也是变得硬邦邦的 而且再加上 他本来就写的比较模糊 我如果要把它变得很具体 反而降低了那个层次 我会尽量去形容 他在描述的状态是什么 波克说最美妙的东西出现了 被带出来了 而在许多案例中 这种美妙的东西的出现 其手段或过程 是最为荒谬而可笑的 最荒谬可笑的手段或做法 带出了最美好的东西 后面 其他就很多 他是说 用最荒谬可笑的方式 在最荒唐的模式当中 而且用了最令人感到 鄙夷的工具 造就了最了不起美好的东西 那就体会体会 Due alternate contempt and indignation alternate laughter and tears 他说在这种奇怪的混乱当中 而这种奇怪的混乱是又不正经又暴力 他的意思就是 Levity是不正经 轻帅 这是在指什么呢 我还是举个例子吧 就是指你看这个社会上很多暴动 抗议 他们会有一个口号 例如说反对什么反抗什么抗议什么事件 但是你真的去看这些暴动抗议的内容去参与的人 经常是来干嘛的 就是来起哄的 他们可以说我是为了抗议什么不义 然后砸这个砸那个 他是真心的为了这个理由在抗争吗 恐怕没那么正经吧 这就是Levity and Ferocity 伯克说在这种混乱当中 一切东西都乱了套 Out of Nature 这个Out of Nature其实暗示说 事情失去了原本的定位 这也是保守主义思想 保守主义认为 万事万物背后有宇宙定位 但保守主义者平常不会讲 在他们而言这是指传统 精英传统之下 人人有角色 下半句 And of all sorts of crimes jumboed together with all sorts of follies 各种罪恶跟各种愚蠢碰在一起 这个没有办法讲得太具体 但是伯克讲这句话其实是很有见识的 那就是罪恶跟愚蠢是有一种关系的 伯拉图或苏格拉底的观念就是认为 做坏事是因为无知 伯克这样子写得好 就是会让你觉得 其实他不会给你一种 他在包庇谁的感觉 他并不是要说 这些罪恶跟愚蠢 全部都是革命者导致的 这两种状况可能都有啊 有的时候是执政者自己的愚蠢 刺激出了民众的邪恶 有时候是因为 统治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激出民众愚蠢的行为 这都有可能 伯克并没有在要包庇谁 那我另外一个证据就是 你看他这里 他要谈论的对象是 The French Revolution 他不是直接说 法国那些革命党都很坏 法国那些国民政府都很糟 他其实也知道是 旧的政权有问题 恐怖的就在于 这个政权有问题 引发出来的革命 这个引用了启蒙运动理论 搞出来的法国革命 跟人类史上的这种政权更替 性质是不一样的 甚至在他看来 这跟他以前 稍微支持的美洲独立运动 性质也是很不一样的 不过这可能会讲太远 所以这只是稍微提一下而已 我想要提醒的就是 伯克的公正 这个公正并不是一种 虚伪的客观 In viewing this monstrous tragic comic scene The most opposite passion necessarily succeed and sometimes mak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mind Alternate contempt and indignation Alternate laughter and tears Alternate scorn and horror 他前面说 这是一场strange chaos 意思就是说乱 乱 很多东西都变得很乱 很混杂 所以他说 在看这个恐怖的悲喜剧 悲喜剧就是有悲有喜 在这种情况下 两种极端的情绪就必然出现 而且经常彼此敲错出现 这个时候他也没有特别是指谁 有可能是旧贵族这样子想 也可能是革命人士这样子想 那现在有个挑战 就是说伯克讲出的这两种情绪 为什么他说这是most opposite 第一个组合是contempt and indignation contempt是鄙夷 indignation是愤慨 这为什么是相反的 contempt是鄙夷 鄙夷就是我不想理你 我不想理会 我觉得这不值得我加以理会 indignation也是一种神奇 但indignation就是我不能不理 我理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愤慨 另外一个是laughter and tears 就比较容易懂 可能一下子高兴 一下子又伤心 那另外一种是scorn and horror 这为什么是相反的呢 scorn是嘲笑奚落 horror是恐惧 所以scorn的时候是你可能比较处在优势 你嘲笑对方 horror是你处在弱势 你很害怕自己会受害 那关于这是在说的是什么一种状况 如果你想要更进入那个情境的话 你可以去找一本西洋史来读一读 法国大革命的过程 好 下一段 博克在这一段讲的是跟他意见不同的人 it cannot however be denied that to some this strange thing appeared in quite another point of view 哇 那这样刚才有讲错的 就是刚才博克讲的这些情绪 基本上是忧虑或反对法国革命的 那所以这一段要讲应该就是支持革命的人 很开心的那群人 好好好 那我就还是解释一下上一段那个情绪 如果你是保守主义者 contempt就是你觉得很比这些人很低劲 不想理 indignation就是那你又觉得这很糟很分开很生气 这是这两种 就是极端情绪 lapter and tears 这个就比较不需要解释 scorn and horror 这一方面你就嘲笑 觉得对方很愚蠢 horror是你又发现这件事情 可能会继续恶化 你自己会受害 反过来说呢 对某些人而言 这个奇怪的景象 他们的观点 而很不一样 into them ininspired no other sentiment than those of exaltation and rapture 革命对这些人所启发的感受 就是 exaltation 狂喜 得以痒痒 rapture 也是狂喜 欢天喜地的 这些人呢 they sow nothing in what has been done in France but the firm and temporary exertion of freedom so consistent on the whole with morals and with piety as to make it deserving not only of the secular applause of dashi-markinvalian politicians but to render it a feet thin for all the devout fusions of sacred eloquence 伯克说 这些高兴的革命支持者 看待这一切 就是法国发生的这一切 他们认为 这就是 自由的 坚定 且适当 的实践 那 这个东西 整体而言 跟道德 跟虔诚 是一致的 所以 革命的成功 不只 值得 政治人物的 鼓掌 它同时 还具有一种 神圣性 好 那我们现在 比较细的来解释一下 这个 firm and temporary exertion freedom 刚才讲的 就是一种 自由 坚定而适当的实践 那自由的实践 跟什么东西一致呢 跟道德一致 跟虔诚一致 这是 革命分子相信的 或自由主义者相信的 我们要注意一下 现在 法国大革命 初期 那 领导者 或支持者 主要是 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 一方面 强调理性 但另外一方面 自由主义者 也有 某一种 信仰 什么意思呢 就像是 启蒙运动时代 有一种东西 叫自然神论 也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代 是一个宗教开始 没落 但还没有 真的很没落的时代 毕竟 工业革命 还没有很兴盛 所以那时候的 革命者 革命家 自由主义者 经常 都还有某一种 宗教信仰 可能是基督教 可能 有一点 非基督教性 好 不管怎么样 所以革命分子 认为 自己不过 不只是 打赢而已 他们觉得 他们 情理兼备 他们 毅力两全 他们 不只 实践了自由 好像 还实践了真理 所以 他们认为 这件 革命的成功 不是 只有 政客们 要鼓掌而已 所以 政客们 或政治家们 是指那种 世俗性比较强 就只是在搞政治的 这里用了一个 马基维利斯的 马基维利斯的 就是指 重视权谋 就是说 有一些人 确实是出于 权谋 在支持革命 所以这些人看到 革命成功 当然要鼓掌 所以这种鼓掌 也是很 世俗性的 伯克的修持 就是 secular applause 所以伯克 其实是在暗示说 这些为了革命成功 而高兴的人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政客 但同时 确实也有很多人 相信 这是他们的理想 实践了 所以呢 这句有点难 to render it a fit thing for all the deviled fusions of sacred eloquence Render it 这个也就是 法国革命 就是说 让法国大革命 成为一个适当的课题 使那些 有一种 对于神圣的说法 信仰这些神圣说法的人 可以忠心的 流露出 他们的 心情感受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注意 sacred eloquence 这个伯克的修持 这个 eloquence 其实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 不一定是真相 所以 eloquence 其实有一种 那是羞耻 那是口才的意思 所以伯克 其实他在按说 这个东西 是不对的 但是 他用sacred的意思 就是说 但是人们 有一些人 又把它当成 好像是 神圣的东西 在相信一样 这个东西 大概是指的是什么呢 像是启蒙运动 时代提出的 那些理论吧 例如你说 天赋人权 natural rights 或说自然权 你说他是神圣的 还是不是神圣的 如果你要说 那是神圣的 那你是不是要 诉诸上帝 是上帝 给予人人权 那如果你不信上帝 你不要说 他是神圣的 那革命 就会变得 很没有理想 所以确实 革命的人里面 很多人是 真的相信 这个东西 但伯克的暗示 就是说 你真的相信 可是 这个东西 其实不是 真理 它是一个 被神圣化的说法 而不是 真理真相的本身 好 那这段就讲到这边 稍微透露一下 他接下来要讲的 其实是一个 有趣的事情 他提出的是 一个 像是 宗教跟革命的关系 你知道法国大革命 要打击一个对象 就是教会 没受教禅 废除教室的特权 但同时 也会有另外一群 有宗教信仰的人 表示支持革命 而在革命的初期 这种有宗教信仰 又支持革命的人 会特别受到欢迎 这种东西 演变到19世纪 就是会出现 所谓的 Christian liberalism 基督教自由主义者 甚至有Christian socialism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当然 接下来就不可能会出现 Christian communism 不可能会有基督教共产主义 因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 和唯物主义 好了 那伯克这里暗示出的立场 其实是知 保守主义背后 有上帝信仰 上帝安排的历史 安排的精英传统 应该要加以保守 但是你却发现 那反对旧政权 要搞革命的人 也有宗教信仰 或者是他们把他们的理论 当成宗教信仰一样 所以其实意识形态的 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 背后 有一个形上学基础 的对抗 不过这是一般 谈政治意识形态 对抗的人 或学者 比较不会提到的问题 因为这是原文讲解 不能讲太多的理论问题 那这次就讲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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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